开放循环与闭锁循环 循环系等的功能 主要是负责动物体内物质的运输 一般动物的循环系统 可以分成开放循环 还有闭锁循环两种类型 我们从开放循环开始介绍 所谓的开放循环 指的是动物体内 它的血液在心脏血管之间流动 可是它的心脏和血管 并没有形成封闭的管道 所以血液从心脏经过血管 接下来就直接注入体腔 注入体腔的血液 它们和组织细胞直接接触 就可以进行物质的交换 蝗虫啦 昆虫这一类 蜘蛛还有虾子 这些节肢动物 它们都是属于开放式的循环系统 接下来我们用蝗虫的图 来说明开放循环 在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一只蝗虫 我们画这个米黄色的 后面一节一节比较膨大的部分 代表蝗虫的心脏 那心脏前面接的是它的主动脉 也就是血管 当蝗虫的心脏收缩的时候 血液就会从心脏往前方 往主动脉的方向流动 接下来血液就直接流到它的体腔 和细胞进行物质的交换 那体腔中的血液 它们最后可以透过这个心脏上面的小孔 我们称为心口 回收回心脏 所以对蝗虫来说 它的血液从头到尾 是从心脏到血管 然后血管前面没有再和其他血管相接 就注入到体腔 最后再回收回心脏 这样子就是属于开放式的循环系统 接下来我们看看闭锁循环 闭锁循环指的是动物体内 它的心脏和血管是形成封闭的管道 所以血液它从头到尾 都只能够在心脏还有血管之间流动 那当血液它运送的物质 要和周围的组织细胞进行交换的时候 就必须在尾血管的地方来进行交换 因为尾血管它的管壁比较薄 那从蚯蚓 环节动物以上到鱼类 青蛙 两生类 爬虫类 一直到人类 哺乳类 它们的血液循环 都是属于闭锁循环系统 那接下来我们用蚯蚓的图来说明闭锁循环 在这只蚯蚓体内 你看到我们画这个浅橘色的 代表它这个蚯蚓的血管 蚯蚓的背部有背血管 腹部有腹血管 在背血管和腹血管之间 有相连比较膨大的部分 我们叫做动脉弧 也可以称为心脏 从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蚯蚓它的血液从头到尾 都只会在这个血管 心脏之间流动 它不像蝗虫 血液会和体腔 直接接触 注入体腔 所以蚯蚓它是属于闭锁循环 再接下来呢 我们用鱼类 俩身类 还有人类的血液循环 来看看闭锁循环系统 从这三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鱼类 俩身类 还是人类 它们的血液 一样从头到尾 都只会在心脏 还有血管之间流动 不论它是简单的单一循环 还是比较复杂的 像八字形的双循环 它们的血液都只能够在心脏 血管里面流动 当它们需要和周围的细胞 进行物质交换的时候 就要在微血管的地方 那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微血管 可以和周围的组织细胞 进行物质的交换 这个图呢 如果你有兴趣仔细看一点 很好玩 你可以看到像鱼类 它比较低等 它的心脏呢 只有一个心房 一个心室 如果是两身类 它比较高等 它有两个心房 一个心室 到了人类呢 我们的心脏 会有两个心房 两个心室 这个图 我们只是在进一步的 让你对臂所循环 有印象 血液从头到尾 都在心脏血管里面流动 那关于人类心脏的构造 还有人类血液循环的路径 我们会在后面的影片 有更仔细的介绍 感谢观看